我們可以從監視器畫面中看到 一群人從電梯裡要走出來 一名男子突然衝進來 朝裡頭的人猛力一推 双方展開拉扯 電梯裡的民眾合力阻擋他 但男子態度強硬 不斷往前推擠 阻止他們離開電梯 其中一名民眾眉毛受傷流血 衝突發生在台中 網路上有網友爆料 朋友一直受到鄰居干擾 因為鄰居都會任意 將私人用品擺在大門外 娃娃車 小孩 腳踏車 行李車 全都堆在走廊外 讓住戶不慎其道 跟大樓委員反應都沒有用 網友天文中還寫到 男子疑似住在台中七騎豪宅 在那邊買了六間房屋 又表示自己強者復國 態度讓人生氣 引起民眾熱議 紛紛直呼誇張太可怕了 趕快搬家